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 现在是上咱们节目来的女嘉宾都大辣辣说 我今年多少岁 男嘉宾说 这不好意思 这个比较核心了 这个事 刘老师 刘延延到咱们节目来 咱们也应该火一把 应该火五把 因为她这名字加起来是五个火 延延总共五个火 刘延延 当然了 今天在谈美人鱼之前 我想谈谈春晚 好像感觉我突然有勇气了 我哪敢呢 人家都说了 我们同行 过去有个老和尚就讲 说这个若要把佛方行 就说我们不能老是这光头的不怕打伞的 和尚互相之间在吹捧 我们这佛方能把情况行 央视嘛 对吗 人家导演都打了这个一百分了 我能说 我们疯狂视频 我找着了一个挺有意思的 你知道吧 朝鲜的春晚 你看过吗 我给你看开头一段 老实讲我可没有任何 舞蹈 把我吸引住了 而且还这个开场舞蹈还真的证明 不是人多才给人好的感觉 他人不多 但是把我吸引住了 开场这个舞蹈 当然后来就是主持人一出来 你听着就很熟 我先跟老师刘老师一起观赏一下 我先看着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여러분, 설명절이 왔습니다 여러분, 2016년 설명절이 왔습니다 첫 수석한 시험의 완전 성공이라는 민족사조사변단도 온 나라가 그나큰 금지와 활이 넘켜 맞이하는 우리의 설명절 커다란 금지와 사랑이란 또 아름다운 꿈과 의상을 안고 맞이한 우리의 2016년 설명절 여러분, 설명절을 축하합니다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우리는 우리에게 전척을 축하합니다 우리의otz 이천에 substitution개는 없는 것 같아 우리에게 전척을 축하합니다 우리에게 전척을 축하합니다 你就是说就完了 朝鲜的 这个女的呢 一度是中国男人的精神试量 有好几年 几乎是唯一的精神试量 我那个时候在 唯一的吗 对 阿尔巴尼亚的呢 阿尔巴尼亚太阳了 而且他们那个 那个范儿啊 模仿不了 朝鲜的这个比较近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 在工厂里边 这个有一个老工人 表现非常好 劳动又好 觉悟又好 什么都好 后来查出来 他有问题 什么他的工作府里啊 有五张女人的照片 结果他们就 结果一查出来 全是摘苹果的时候 据说他看了七遍 真的 看了七遍 你说这那年头 要没有卖花姑娘 怎么活呀 我曾经说过 我在丹东一个餐厅里见过 那也是朝鲜的高看子女 才能有打工的机会 当那个服务员 我真是 我在节目里 给大家看过照片 我真是被吸引 你知道吗 他知道害羞 这家伙你现在在大陆 就多见了 他这个女孩 你要跟他 我说他照个像 不给你照相 经理刚才说 就说 你给客人照个像 不给你照相 听他 经理就说 他们这好家伙 这朝鲜这女孩子 曾经有过这丹东的老板 说二十万 二十万票子 人民币派在这跟我走 看都不看一眼 扬身而去 您就走了 知道什么道理吧 知道什么道理 他们都有情报工作任务 人家的事 咱别管人家的太多 咱还是管管咱们自己的事情 电影市场 他们都说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 因为这么长时间 我们都在放假 美人鱼的票房 二十多个亿 召这个刘老师 30亿去了 30亿 对 现在已经几乎是肯定要 分30亿去了 兴爷一直都是春节党的王者 就是这次再一次证明 这个党期 他对于掌控的能力 是非常非常强 我问你 你去看了 我看了 那么你是因为自己 确实个人想去看 还是因为你的工作需要 或者是周围人的忽悠 你觉得需要去看 都有 都有 我觉得首先 像我们这代人 看了星爷的电影 然后你肯定还是要去看的 但是我头几天 确实买不着票 就整个春节期间 我没能够买到一张票 满座 不是 你得预约 打 真的就是抢票 然后确实 就是跑到电影院 没有票 电影院你是肯定别想的 然后你得提前在 各大平台上去预定这个票 但是位置也比较好 对 很困难 像我这种战斗力比较弱的 就很困难 所以只能等到春节过完了之后 再看 但是就作为电影学院的教授 你看了 你觉得这个电影怎么样 怎么说呢 它就是周星驰的电影 就是没有 实际上并没有 没有超出我的想象 然后呢 因为星爷他一辈子讲的都是一件事 他一直以来的情怀呀 什么事 就是星爷只讲这一个故事 就是丑小鸭 这咱们其实可以 咱就说的屌丝吗 就是你可以想想吧 就丑小鸭这个故事 他所有的重要的元素 其实就是星爷的电影 你把这个丑小鸭读透了 就读透星爷了 你说的是这个男的还是女的 就是星爷所有的主人公 不是 美人鱼里边你说的 肯定是那个就是那个 邓超演的那个刘老板 是吧 刘总 刘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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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刘总 这个那个 这个美人鱼里面 他不是发了吗 成土豪了吗 他怎么丑小鸭啊 他是帅哥呀 不是 他最早的 他里面有一段他回忆吧 是说他他小时候原来特别穷 然后呢 家里特别困难 他只不过是 他只不过是这个这个后 只不过这个故事开始 应该说是丑小鸭 已经变成天鹅之后的事 哦 然后呢 这个故事可以 还是一个丑小鸭这故事的延续 而且呢 相当于那个那个小女孩 那个那个美人鱼 一开始算不算像是一个丑小鸭呢 嗯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我觉得他最主要的 星爷的投射的 就他对于他自己情感的投射 其实是在那个刘总 这不单是周星驰的故事 嗯 这是基本很多香港电影的基本故事 周润发也是啊 是 周润发的主要的电影 都是写一个很穷困的底层的人 嗯 然后怎么 三不号变成了大佬了 到了到了上层社会 但是他又看不怪上层社会 嗯 最后把他抛弃掉 嗯 对不对啊 这个很多电影都是这样 这怎么能呃 说是他一个人的故事 但是星爷对这个事呢 就是从他的以前的片子 包括你可以看他这个人 他一贯以来做事情的这个轨迹 就是他这个东西 对他的影响特别重 因为呃你周润发的话也就是说也也可能也会拍过类似于你可以归纳到这个目的 但周润发并不是所有电影都是这样 周润发人家还拍别的呢 星爷所有的片子都是这么一个目的 那么好 对对对 他作为喜剧片好笑吗 我觉得有一些点吧 啊还是挺挺有趣的 至少我在电影院里 至少我在电影院里坐着 我周围有很多人在有几个片段的时候笑的是死去活来的 嗯 啊对吧 那这个我们不能说 我觉得我觉得那个可能有一部分广大的这个城市中产 然后呢 或者知识分子阶层觉得这个东西不够好笑 那你不能指责说电影院里所有发笑的人就都是 就都是说哎 你们是宣传方拉来演戏的 那我觉得我那天在的那个肠子里应该没有 啊 这个这个你刚才讲的那个这个主题的升华啊 我使我想起詹姆森 那个Duke大学的一个教授 就是后现代主义史他发明的概念 那么他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 就是说第三世界国家的文艺啊 都是民族国家的预言 对 他有这么一个很有名的话 对不对 对对对 那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来讲 那周润发包括周星驰的一种底层爆发 是香港过去几十年的一个盈与童话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电影在全中国大卖 是不是说明他也体现了中国目前的某一种处境的象征呢 就是一个底层社会突然爆发 然后要良心发现克服无边的贪欲 这么样的故事呢 这深了 这深了 这也不去一下广告 不能往下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哎呀 明天是因为那天还能探索的 在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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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我是前几天看的 我在香港看的 就都是广州话版的 我当时就觉得 怎么 也是像你说的一样 有那么三四处 全场好像笑的都不行了 但是基本上 没有那么好笑 就是说 尤其是第一段 有点让人尴尬 就是那个博物馆的 那种 因为这个老梗 怎么说呢 就好像是咱们说的 老板的社调英雄传 也不等于 你把老板的社调英雄传 现在当成新片再放一遍 大家就还会有那个认同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周星驰 他反复讲 他是研究观众的 研究观众的 我最近发现在 关于他的影评里边 很多人提到一个词 叫小镇青年 小镇青年是相当的 你知道中国就说 你看春节他们回乡 很多人写回乡记 就是说 中国现在是百页都废 但是电影非常红 而且进入四五县的城镇 对啊 那么你看 上一次这个西游祥磨 我有一个朋友 也是制片方的人 完了之后 请我去看那个厂 他就当时打电话 问我 说你就怎么样 我当时的感觉 我说他还是周星驰的 那些个老梗 但是我说呢 说不定票房也会好 因为老梗 总有人喜欢呢 对吧 那么 那么他这么弄一下 就比如说你说点这种 比如说什么话呀 说的这女呀 鸡呀 或者什么呀 或者这个 这个人啊 就是 有点黄暴的那种东西啊 他实际上是说一次 你也笑一次 你对于很多观众来说 所以我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当然他票房都这么高了 我觉得也可以让咱说两句吧 对吧 你说咱也不能 对对对 星爷 我也是他的粉丝 而且我还了他的电影票 香港一百多块钱呢 对吧 我还了 对吧 所以说我讲这句话呢 可就可能就把所有人都得罪了 但是我的不一定正确 大家可以就批评我吧 我看完这个 我也得说实话 我的感觉就是周星驰拍了个儿童片 但是中国观众正好没长大 这就是我的一个感觉 就是他的这种怎么说呢 他这种喜剧啊 我知道电影院里的那些人呢 他就爱看 你知道就有些 你觉得作为我们来看 一个一个老的方式 一而再再而三 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 我们可能就觉得没意思 但是呢 我也确实注意到电影院里的这些很多观众 哈哈哈哈 他们很轻松 他没我们这么多负担 那个周星驰做了广东 我忘了哪一个地方的政协委员 他是广州还是什么地方 结果前一阵我看到报道 有的人说他也不来开会 然后也不提案 开会 他不提案 不发言 意思是说他们不合格 就是说好像意思是说你周星驰做政协委员 我看了这个电影 我就觉得周星驰政协委员做的好 他虽然不发言 他观察的透 周星驰这个电影证明他 对中国今天的官场的尺度 观众的趣味 民众的需要 各种各样的游戏规则 周星驰看得透 看得透 他看他开政协的会 开得比谁都有收获 我个人觉得 就我们单纯说创作上讲 就是创作上讲 其实从西游消磨 包括其实从最早 像长江七号时候开始 实际上 最早是大化西游 我说的是那个跟大陆 就是跟大陆 就是你能非常清楚的发现 他是在 就是其实就是您讲的这个 就是说 他是在慢慢的 他一定是下了功夫的 就是说 他研究了中国的社会 中国可能 我觉得大陆的很多艺术家 或者是很多吃这碗饭的人 都没有他这么深入的 对 去研究 他作为一个 他是一个香港 在一个香港长大的人 然后呢 那么呢 实际上你看这个剧 同样是笑 我相信在 我相信如果你能够在 北上广深 香港 不同的剧院 不同的这个影院里 来看这个剧 研究他的那个笑点 一定是有差别的 都可以写论文 嗯 就是说 实际上 他的用词 包括他有些 你看那里边有一段 什么什么 什么找你妈呀 找你妹呀 嗯 这种东西 我觉得香港的观众 可能未必能 概括到他的点 就是他的这个语言上 他的语言 他用的很多点 实际上他早已经 实际上他已经大陆化了 嗯 他扎下来做了 就是相当于你大陆的这个 就是 涛哥刚才讲的这个 小 就是小镇青年 这一部分文化 实际上并不是你一线城市 中产阶级这套文化 这个喜好 沙马特文化 对吧 我们我们叫沙马特文化 实际上很多中国这边的做创作的人 并没有深入的研究这个东西 而他研究了 嗯 那你那谁研究了 他比江文的 他比江文的那个什么 一步之遥啊 要更贴近中国的国情 那肯定 他研究中国观众的趣味 在某种程度上 就是研究中国的国情 他知道你们 我话能讲到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我是不换 你你你找不到 你假如你作为审骗机构的话 你找不到什么可以删的地方 对不对 除非你刚才讲的某一点 他都可以 他看得到哪些地方 他可以突破 另外 如果再讲深一点 他也的确有很多原型 他后面可以讲到很大复杂 嗯 世界上文学作品 这个全世界文学里边 流传最广的一个模型 有统计的 在全世界的文化里面 都有变形的 是灰姑娘 嗯 是Sinderella 嗯 然后他们研究了 Sinderella的故事 在日本跟在中国 是流传的最弱的 就是在各个民族里面 为什么流传的最弱呢 就是因为脚的关系 就是在中国的过去 这个脚是第二性器官 他这个鞋子跟脚 这个细节 不宜太突出 就是太突出 会伤掉这个主角的 这个这个身份 你仔细想想 这出戏 他后面的 他的变形的Sinderella 你看他这个 这个这个 找到一个大老板 嗯 还有正义的目的 对不对 还有他身体的 他无形当中 中国人想都不会想到 他就把Sinderella的故事 套进去了 另外还有一个 中国故事是 非常深入人心的 就是许仙跟白娘娘 白白白娘子 嗯 这个人鬼恋 在中国文化里边 搜渊源流长 你看这又是一个 人鬼恋的故事 看到没有 而且这个男的是弱势的 是道德低的 女的是道德高的 看到女的身体 是要害怕的 你看 基本上这个是一个 许仙的故事的变形 不是 徐老师 你你讲这个 我很受教育 但是呢 可能是我水平低 我老觉得 就是你看 我就跟你说 我父亲有一种理论 就是我曾经讲过 碰到不好看的节目 沉住气 待会就好看了 后来我把这个理论呢 我发现可以用在生活很多方面 你知道我在这个普尔茶 在红酒 很多个门类里 我都发现 只要你先入为主 你全神贯注 你认真 咋么其中的味儿 你总能咋么 一定能说出所好话 另外我相信 全国这个八千万古董收藏爱好者 他们也能体验这个过程 你知道吗 就是 他就 你知道吗 你这 我们对朝鲜春晚都已经体会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说 你讲的肯定很好 就这个 但是 但是他真的是一个好电影吗 我 我觉得我对各种争议啊 采取一种 就是模糊的态度 这样来说吧 我这个教授在这里 这样来说吧 他在他这种类型里面 他是一个不错的电影 就这种类型 你不能以另外比方说 你以苏特拉的名单 来跟他做 做比较 或者你 你用 这个 另外一些经典片 来跟他做比较 那不相干 我不关心道德 就这种 我不关心 这是个好生意 你看我们在学校里面 争论了很多年了 就是电影到底是什么 电影是什么 那你是个 是个 是个艺术吗 你还是一门生意 那么 那么早年间 谁要是敢在 我举个例子 电影学院 谁敢在电影学院 说 说电影是一门生意 直接就让 都不用 不用效仿出面 学生就把你轰下去了 但是现在 这几年 越来越 觉得就是说 这种声音 就开始出现了 然后 因为 你中国电影行业 发展起来 大家实实证明 它确实是 有生意的属性 实际上 就刚才 涛哥讲的 这个特别对 特别专业 虽然 抓了一个 特别厉害的点 但是你自己 没有意识到 就是你刚才说 这不是一个 儿童片吗 其实呢 从去年的 年中开始 当时出了一个片子 就是捉妖记 是 其实你把捉妖记 出现的时候 很多质疑 拿出来 你发现 你把名字一换 你套到这回 但是你不要忘了 这两个片子 有一个 除了在这些 这个方面 这两个片子 还有一个共同属性 这两个片子 全部都是破了纪录的 对 所以我们从生意的角度来说 我相信现在中国所有 想要做电影 做文化这门生意的人 很多人都已经注意到了 这种巧合 这是什么呢 这实际上可能是一个 我觉得你可以说是 PG13的这种的 合家欢题材 然后呢 幻想 另外 另外呢 董事长有点意思 另外他呢 运用现在这个电脑画画的技术 对 来扩展人跟其他动物的这种 这种魔幻的 就他的题材 在体材上 包括在他的制作上 甚至在case上 非常像 而且你看那个卓妖记 卓妖记也很有意思 在咱们在喜剧的门内来讲 你看卓妖记那种表演的风格 因为因为 因为星爷的这个片子 在中国纵横了这么多年 是吧 影响了一代人 那么其实卓妖记 某种程度上讲 他的那个风格 是星爷的片子的一种延伸 所以事实证明 这种风格是非常硬的 而且呢 而且呢 说实话 去年年终 周妖记这个出来之后 我们不敢 我当时我也有的时候 接受一些采访 或者什么的 我不敢说太多的话 因为当时我都再看看 但是这次已经可以说了 因为我一直记得 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阿拉伯艳语 我一直觉得受用 受用无穷 生活各个方面 说啊 说这个世界上 发生过一次的事情 不一定能发生第二次 但是这个世界上 只要发生过两次的事情 一定会发生第三次 哎呦 你知道 我说这个 我还可以跟你隐身 就是说 非常有意思 你看过去咱们有一条 叫同手无欺 一个笑话 我听过 我跟你讲两个 一个是我最近老爱 跟小孩玩 拜了很多老师 我觉得儿童 真是我的老师 你看他们的快乐 对吧 他不需要像我们成年人一样 需要什么接吻的 性爱啊 这种什么体液混杂的 脏不叽叽的 划虫类的这种快乐 然后呢 你看他永恒的可以笑 你只要跟他说 你放个大屁 小孩子就笑了 放个拉把把 他就笑了 这是一个孩子的例子 还有一个 我听李敖 讲过一个英格兰的一个段子 就是说 老英格兰的这个国王 跟他的一个大臣 他俩人都老了 这个英格兰的老国王啊 就给他讲 老重复给他讲一个笑话 一讲这个笑话 这个老大臣呢 就哈哈哈哈笑的不行了 过了一会儿呢 老国王又忘了 他见忘了 忘了 又说了一遍 又说了一遍 这大臣呢 哈哈哈哈 一样那么大笑 后来呢 这个老国王有一天 醒过神来了 哎 这笑话好像我刚才讲过呀 你怎么还笑成这样啊 你就跟老大臣说什么 老大臣说 哎呦 我也忘了 听过了 你这个 你看同和红手无期 我觉得跟你那个有个对应 对 所以这个事情 看来这样的电影 我们还得准备继续往下看 他说对这种 这种就是精算 我觉得这个周星驰啊 你看香港人都是 香港人讲的这种猎仔啊 猎仔就是他很猎 哎 你不要跟他讲雅俗 你也不要跟他讲什么高低 他这个做房地产 他能转成那样 你就转翻了 就是他 他这个脑子 他不光只有艺术 这一根弦 他还有那根 所以你看他反反复复的讲 就是观众喜欢就行 这个观众是什么人 对 顾客嘛 对吧 有的时候我认为评论的人 并不真正喜欢作为观众的中国人民 这也没有办法 就有的时候你你问你觉得怎么只能看这种啊 一招先吃遍天 老是这个 你每次哈哈哈哈笑 但是呢 另外的一些 你比如吴迪艾伦的喜剧 我估计就没有什么特别 对吧 吴迪艾伦也是 那不一样 那一不能一 这个来贬低 这个那吴迪艾伦在电影上 比周星驰高 我绝不是贬低 那绝对是高 我不是贬低啊 我就是说这个现实如此啊 就像他讲的 电影是不是一门生意呢 你实际上一代 一代重复的 那还是贬低 对于艺术家来说呢 他可能不愿意重复 但是呢 实际上 产品就一定要重复 产品是一定要重复的 这就是类型的 这就是好 这就是好莱坞之所以当时能够制霸全世界 就是因为他把这玩意当个生意 对 的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